就在俄乌交战 这个敏感的时刻 很多外界都会把台湾 拿来当作是比喻 指我们台湾是下一个乌克兰 但就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 蓬佩欧来了 蓬佩欧来了是干嘛呢 他当然有他自己的目的 不管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生意上 但至少在政治上面 他先跟蔡总统会了面之后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外交上面 要承认中华民国台湾 是自由主权国家 他当然是讲了很开心 蔡总统我相信听了 也是一阵子开心 但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点 讲这样的话 他需要负责任 好像也不太负责任 如果你有种的话 你应该就在你当国务卿任内 你应该就讲 就是不少在野党的人 都这样讲的 你现在讲这句话 不就只是放马后炮而已吗 他当然希望美国拜登政府 可以来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 我们的外交部 怎么看待蓬佩奥的这句话 来 目前只有这五个字 就是尊重不评论 但有没有暗暗内心爽在心内 不知道 倒是在大陆部分 看到了蓬佩奥 说出这样的话之后 立刻作出回应 首先来看到的是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怎么讲 他说蓬佩奥 他就是一个信誉破产的前政客 谎言妄语 不可能得逞的 再来是大陆国财办发言人 朱凤莲说 蓬佩奥完全就是一派胡言 暴露出本性和险恶用心 这是在大陆的回应 在台湾一些专家政治人物 又怎么看 这是前外交官建文吉 他就蓬佩奥 他的意思就刚刚我讲的差不多 就是你有权利的时候 你不这么做 你没权利的时候 才叫人这么做 他觉得这就是自我矛盾 是相当讽刺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台湾真的发生了 一些什么动乱的话 他不用负责任 因为他马上搭了飞机 就飞到美国了 说过的话 他也可能可以抹掉不认 对不对 好 现在他的前主子 也就是川普曾经说过 今日的乌克兰 明日的台湾 自然蓬佩奥也被问到这个问题 那蓬佩奥怎么回答呢 他说台湾跟乌克兰 的确是有相似之处的风险 但习近平也在观察 全球对普丁入侵乌克兰的反应 他说台湾跟乌克兰的反应 他说台湾的反应 是深刻的反应 是深刻的反应 現在俄羅斯 可以說是重兵入侵到了烏克蘭 但是除了在國際譴責之外 他們自家人 有人真的看不下去了 就是剛剛你在畫面中 看到了這一名女參議員 她在質詢的時候 她就問外傳她聽到 說普丁強行徵兵 100個人去了戰線 結果回來的只有4個人 她問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當時被質詢的官員 聽到這個問題也愣了一下 然後回答就不斷的在跳針 因為這位女參議員她質疑 俄國的民眾被騙了 被騙下去簽下志願意士兵 然後被強行徵招待前線 所以她想求證 這樣的說法 是否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過這名官員只回答了 依據法律 她沒有辦法曝光相關的問題 而影片當中也曝光了 讓網友非常熱烈的討論 影片底下也有不少用俄文 來稱讚這一名參議員 非常的勇敢 俄羅斯國防部在3號指出 目前的俄軍已經累積有 498人死亡 1597個人輕重傷 但是來看看烏克蘭總統軍事顧問 這邊所獲得到的消息 他說從俄軍發布入侵以來 俄軍部分已經有7000人陣亡 數百人遭到俘虜 看到這兩邊的差距數字 的確是差滿大的 那就回到來台灣了 因為俄烏戰爭的爆發 也讓台灣的軍事開始緊張了 覺得還是要靠自己來保護自己 所以開始像之前的徵招 是不是要改成募兵制 要改成換回徵招制等等 現在第一波的叫招又來了 你看手提大概是有600人 要來防守領口 預估今年是有1.5萬人要叫招 而這次的叫招是完全跟你來真的 他沒有讓你有休息放假的時刻 增加了什麼樣的項目 有武器射擊的次數 還有戰鬥教練的時數 以及強化射擊技能 好 國防部長怎麼講 有民眾對打BB彈有興趣的 但是叫招是野外 從早操到晚 意思就是說 打BB彈是好玩的而已 但是你回來叫招 我們就真的很認真 幫你操過一遍 他歡迎自願叫招 未來會訂定獎勵的方法 現在還是因為有年薪的關係 必須要被叫回去 如果你已經被解招的 你還是有興趣的 想要保衛國家的 歡迎你來 但是未來會訂定一些獎勵的方式 我們來看到他的科目 總共分成五個階段 從第一天到第14天 每天課程幫你排的滿滿滿 來看到日間實施 至少你就要上課十個小時 還包含了夜間的兩個小時 另外還要幫你訓練到 你會野外去住宿 去露營 野吹等等 還有你要行軍超過10公里 等於是14天下來沒有休息 你要被訓練136個小時 這個戶外的野吹 跟這個野外的宿營 跟你現在搭唱棚去露營 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不要以為是差很少 沒有 是差很多的 認真在做 好 大家看到網友的反應是什麼 網友想問的是 到底是哪裡惹到你們了 永遠都是我們這些 七年級生在扛 畢業就遇到了不景氣 是七年級生的新進對不對 十年來動興是22K 然後房價大暴走 21世紀的戰爭 照著最前線 通通都是七年級生 難怪七年級生在網路上面 抗議聲浪會這麼大 網路還傳出了 閃兵的決策是什麼 來 如果你不想被照招的話 就在2月23號到3月18號 去參加國家級的考試 公職人員的考試 你就有機會可以閃兵 當然是不建議了 要愛國的表現 請認真支持國防部 號召史上最強硬的號召 這個叫招真的就是要上路了 原本的叫招 如果你有被叫招過的話 5到7天就結束 現在一口氣延長到14天 今天就是今天 首批的叫招入營了 地點是在桃園 那麼有叫招員 在女友的陪同之下去報到 女朋友非常的不捨 因為跟男朋友暫時隔離14天 愛情真偉大 兩人一度還累撒軍營 還永永緊報的 相依在一起 實在是捨不得 但是該報效國家的 還是得要 那很多人也有覺得 看到俄烏這樣的情況 認為自己現在 國家居然需要我的話 那我就去報仇國家 號召史上最近叫招 報到不少一男提早抵達 最輕盡的還是這對 依依不捨的情侶 畢竟他們分離整整兩週 對他們來講就好像是被隔離一樣 14天新制手提入營 白天八小時晚上兩小時 每日十小時兩週無休 隔技訓練136小時 一天有兩個時段 可以分別使用手機一個小時 訓練內容包括戰術行軍 結合戰鬥教練 射擊訓練以及夜間教練 其中夜間教練 以編制武器射擊為主 與野外素營為一個循環課程 2到4天行軍里程10公里以上 可以說是超好超滿 不少一男家長也難言不滿 就有些規劃被打亂掉 靠被移軍人來保衛國家 我覺得國家政策上 是不是應該做一些改變 你認真覺得這樣 能夠恢復你們戰力嗎 我可能要反駁你的問題這樣 基本上不可能 前烏克蘭那些戰爭的 那要有人去上戰場 操作些武器嘛 既然叫招到我們了 那我們就回來這邊做一個精實的訓練 歐戰爭果然備戰意識提升 甚至有立委建議可以推動 資源教教國防部樂見其成 主動要優先來加入教招 我們絕對歡迎 優先對這的確很有興趣 但你只會你好好去聽的話 他大概就對打嗶嗶彈有興趣 增加到我們野外來 從早抄到晚 教招心智上路 但兵員不足 能不能光靠後備役來補足全民國防 似乎仍然有加強空間 加人家慧陽橋SNG小組 台北桃園採訪報導 那離整整兩週對他們來講 就好像是被隔離一樣 被隔離的感覺 很有 那有什麼話想去兩趟 手嗎 不能快一點回來沒辦法 十四天心智手提入營 白天八小時晚上兩小時 每日十小時兩週無休 隔技訓練一百三十六小時 一天有兩個時段 可以分別使用手機一個小時 訓練內容包括 戰術行軍結合戰鬥教練 射擊訓練以及夜間教練 其中夜間教練 以編制武器射擊為主 與野外素營為一個循環 課程兩到四天行軍里程 十公里以上可以說是超好超滿 不少義男家長也難言不滿 就有些規劃被打翻掉 靠非野軍人來保衛國家 我覺得國家政策上 是不是應該做一些改變 你認真覺得這樣 能夠恢復你們戰力嗎 我可能要反駁你的問題這樣 基本上不可能 原乌克蘭那些戰爭的 那要有人去上戰場 操作些武器嘛 既然教招到我們了 那我們就回來這邊 做一個精實的訓練 歐戰爭果然備戰意識提升 甚至有立委建議 可以推動資源教招 國防部樂見其成 主動要優先來加入教招 我們絕對歡迎 有些人對這的確很有興趣 但你只為你好好去聽的話 他大概就對打嗶嗶彈有興趣 增加到我們野外來 從早抄到晚 舊州心智勝路 但兵源不足 能不能光靠後備以來 補足全民國防 似乎仍然有加強空間 檢人家慧楊喬 SNG小兒組 台北桃園採訪報導 隨著兩岸關係持續緊張 大陸內部開始出現了 制定統一法的聲音 全國政協常務張連起先前 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 他表示 他將在今年的兩會上面 針對制定祖國統一法的 相關問題提交提案 對此張連起他強調 祖國統一法將侧重於促統 並指出 如果只有反分裂 沒有促統一 就不能夠真正促進 國家及兩岸關係的 和平發展 大陸人大會議開幕 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進行工作報告 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跟九二共識原則 但跟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明顯的 在把底線畫清楚 用了堅決反對 這四個字 重申反台獨 跟反外部勢力的立場 人大開幕約3000名 人大委員齊聚 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進行政府工作報告 在民進黨青梅 兩岸緊繃之際 提到台灣問題 重申這個底線 我們要堅持 對台工作大正方針 貫徹新時代 黨解決台灣問題的 總體方針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和九二共識 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 堅決反對 台獨分裂刑警 堅決反對 外部勢力干涉 對台近百字的篇幅 與去年政府工作相比 2021年是高度警惕 堅決遏制 今年則是堅決反對 報告中還定出了 大陸今年經濟發展目標 GDP增長在5.5% 至於國際關注的 國防預算為 1.450兆人民幣 約6兆 2367億元 新台幣 增幅達7.1% 這個數字是 台灣的16.7倍 即使近期俄烏關係緊張 西方國家有意牽涉到 台海關係 但是絲毫不影響 陸方對台的大方針 反獨促統依然是主軸 未來大陸也會加強 與台灣基層民眾 與青年的交流 經貿依然是 兩岸往來的亞長石 以上是記者 您謝謝嚴沛於北京採訪 陸方向 習近平 大家le keeps 提供 重新 豁有 倫雅 因為 一起 王 我們的 做 也 現在 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